远在欧洲的记者站知道我们要做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 也为我们发来一份特别的祝福 而且它是个祝福要送给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 咱们先连线一下欧洲记者站 你好 清晰 你好 李清晰 你好 主持人 我们现在是正在直播的春晚倒计时 我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欧洲记者站的画面了 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你身边的三位朋友好吗 好的 我们现在是在我们欧洲中心记者站的演播室 就设在英国首都伦敦 那么现在是伦敦当地时间的下午10点将近40分左右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三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代表 我们先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徐英志 我来自浙江 现在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商业数学和统计 大家好 我叫廖韩文 来自北京 现在在格林尼治大学做博士后 从事建筑学研究 大家好 我是李泽灵 我来自广东奸阳市 我现在在伦敦金士顿大学做博士研究 那么在伦敦的这个春节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 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 春节是全球华人同乐的日子 我手里拿的这个一个小宣传册呢 就是在地铁站里拿的 每个地铁站都有 就是大伦敦市政府为了宣传中国春节 专门做的一个宣传册 在春节期间呢 伦敦到处是张灯节彩 尤其是在市中心的这个 Oxford Circus 也就是牛津街上 也挂上了中国的横灯笼 那么也就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 咱们的留学生就是李泽玲 他就是留学生的这个 全英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主席 他们还自己搞了一个春节联欢晚会 当时是座无虚席 热闹非凡 他们在这里呢 想送一个特别的祝福 给一个特别的人 来你们说一下吧 嗯 好 我想在这里把祝福送给金金 你用最坚毅的性格和最美丽的微笑 捍卫了火炬的尊严 你是最美丽的火炬手 在09年 我祝愿您能够有牛牛的祝福 牛牛的心情 牛牛的快乐和牛牛的人生 金金您好 非常荣幸能在新年里 向你表达祝福和问候 我祝愿你在 即将到来的牛年里 每天都有好的心情 金金您好 我非常佩服您的勇气 我觉得您的行为呢 正印证了奥运 北京奥运主题曲的一句话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有梦想 大家都了不起 祝您新年快乐 欣赏事成 其实三位朋友 在去年2008年4月6号的时候 东西建金已经在见上了 也听到三位的祝福了 金金听到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 最深好 你想想对三位说点什么 首先非常感谢他们 在伦敦巴 在那个巴黎的街头 以及在伦敦 就是说那个花园旁边 都有非常多的留学生 因为是你们的支持 是你们的鼓励 所以才有了巴黎街头 那一刻我的举动 在这里我是祝愿 我们的留学生 以及我们的华园朋友们 能够快快乐乐 然后留学生们 能够早一点完成学业 早点回家 我们的祖国的怀抱 真的是非常温暖 我相信也是随时 等待着你们的归来 好的 三位留学生朋友 你们听到了吗 好 那我们来一起感谢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金金 我们谢谢金金 可以给全国里面拜年了 好的 也谢谢你们 这样吧 金金 今天过年了 你有没有什么新年的祝愿 想要通过我们的镜头 告诉大家 首先也是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新年快乐 全家幸福 还有就是有一份比较特殊吧 就是祝全国的所有的 全家人朋友们 能够祝大家新年好 新年星期下 永远健康 幸福 好的 谢谢金金 也谢谢李庆庆 及三位华人朋友 也带我们去表达 对所有欧洲华人的一份祝福 好 谢谢 我们要把所有的祝福 送给所有参与 北京奥运会传奇的传奇手 及所有的残疾生朋友 祝你们新年快乐